至于央视3月3日报道 近日台军宣布于3月1日至3月23日 在东沙岛和太平岛分别实施所谓对海实弹设计演练 对于台军频繁演练 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在2月24日回应道 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原因众所周知 民进党当局不思悔改 反而企图加剧对抗 这种做法既不明智也不自量力 对于台军演习延伸至南海 央视专家王晓鹏表示 台当局想通过这样一种拓展大范围实弹演习 把他们口中所谓的外岛 东沙岛和南沙的太平岛 变成其前沿侦测的重要据点 和所谓的海上防御重要屏障 专家杜文龙则表示 台当局在南海搞演练自不良力 妄图无以此欺骗到内民众 与此同时 解放军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谋旅 连续两天在南海上空组织自由空战训练 数十架舰机机轮番升空 全方位检验部队战笔能力 杜文龙称 自由空战可锻炼战机飞行员空中搏击能力 这种实战标准 一级对飞行员的考验比之前高得多 此外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谋旅 还协同预警机开展大机群对海突击演练 并对岛礁进行实弹轰炸式攻击 未经许可, karting,阻力武di 谢谢观看